国盟以管制新冠疫情为由 在上个月中宣布全国进入长达七个月的紧急状态 连立法机关的国会也停摆 引起了朝野各界越来越担忧 行政权力持续扩张之下 将会带给民主体制深远的伤害 来自巫统的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纳杜斯里阿沙利娜今天就致函给总警察长 表态反对暂停国会 建议设立紧急内阁 而行动党亚币国会议员陈鸿坚则呼吁 一旦所有议员接种疫苗之后 国会应该在五月赴会 我国经历两度政权交接后 多项立法的推动程序早已一波三折 如今又遇上国盟政府一声令下进入紧急状态 连国会也不得召开 使得民主议会形同虚设 原本的三权分立也逐渐由行政机关独揽大权 虽然身在朝中担任下议院副议长 不过巫统边界栏国会议员阿沙利娜 却无法继续忍受 直批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 遭到行政权阉割议事功能 他今天透过推特张贴一封公函 表明自己已经致函总检察长 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坚决反对搁置国会 因为立法议会失效之后 行政机关似乎趁着紧急状态期间 无所限制的处理国家事务 阿沙利娜甚至批评伊德鲁斯 身为捍卫宪法的总检察长 竟然建议暂停国会 为了保障权力受监督与制衡 阿沙利娜建议总检察长 终止现任内阁的职务 并委任相关部长 成立紧急内阁取而代之 确保行政如常运作之余 也由两党特委会监督行政 另一方面 行动党亚币国会议员陈鸿坚 也做出相似的呼吁 他希望随着国会议员在本月底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国会在五月复会应该不成问题 他在文告中说 一旦所有国会议员完成疫苗注射 遏制病毒的传播链 那么政府再也没有理由暂停国会 必须让议员恢复意识 陈鸿坚强调 就算在紧急状态下 国会也有必要继续召开 因为有许多政策和议程 依然处在停顿状态 例如第十二大马计划 还有新冠肺炎的追加预算等 他认为 222名国会议员领着薪金 却不必履行代议室的责任 已经让国人感到不满 政府没有理由再耽搁国家政策发展 所以我想问 我认为 我认为